第四百九十八集,大结局,看着大师吃惊的表情,比比东淡淡地说道, 他身近在武魂殿中,天天看守着我,直到我将这个孩子生下来,抬起头,比比东看向千刃血, 我知道,你也恨我,没错,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,当初,唐浩虽然重创了你父亲,但是,他最终却是死在了我手里, 是我亲手杀了那个禽兽,那个玷污了自己弟子的禽兽,你恨我是应该的,我是你的杀父仇人,更没有尽过一天做母亲的责任,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对的,直到刚才,刚才唐三用那光阴泪向我攻击的时候,你将我撞开的那一刻,我才知道, 自己错了,孩子是无辜的,我不该将那份恨施加在你身上,我能为你做的,就只有这一件。 千刃血的身体颤抖着,嘴唇也颤抖着, 不,不,不。 就像大师心中一直恨着比比东一样,在他心中,父亲的身影是那么的高大,可是比比东就要死了,他又怎么可能编造这样的谎言? 他错了,大师也错了。 比比东依旧在笑,尽管他已经泪流满面,但他却依旧在笑。 我杀了那么多人,害了那么多人,我的死也值了,我恨这个世界,所以我要报复这个世界,我要毁了五魂殿,毁了这个世界,也毁了我自己。 比比东,大师猛地扑上几步,来到比比东面前,一把抓住了他那已经变得冰冷的手。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,为什么? 你早就已经杀了他,你为什么不将这一切告诉我? 比比东轻轻地摇了摇头,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极为温柔。 有一点他说得很对,我的身体已经脏了,不能用肮脏的自己玷污你。 小刚,不要为我而难过,能够将这一切都告诉你,能够再一次看到你为我而流泪,能够在死之前被你的手握着。 我满足了,我们这一生都过得太苦太苦。 答应我,以后和二龙好好地过日子吧,他不过是你的堂妹而已,现在连蓝天霸王龙家族都没有了,你们还有什么可顾及的? 柳二龙,你过来。 柳二龙,有些茫然地走上前,看着这个让他恨了几十年的女人,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柳二龙,我死了,你们的仇也就爆了。 小刚是爱你的,抛开一些世俗的枷锁,就算是强奸了他,也要真正地和他在一起。 我没你有福气,至少你可以和他在一起,帮我好好照顾他,好吗? 看着比比东,柳二龙深吸口气,用力地点了点头道。 你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 比比东淡然一笑。 我不需要你可怜,唐三。 红蓝两色身影,娇相辉映,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唐三眉头紧皱,缓缓走上几步,来到比比东身前。 前辈,你要说什么? 尽管唐三不会原谅比比东所做的一切,但对于他那悲惨的遭遇,心中却充满了同情。 所以,他肯叫他一声前辈。 比比东再次剧烈地咳嗽起来,大口大口的紫血从口中流出,脸上的红润也在快速地消失着。 此时,就算唐三想要放过他也不可能做到,修罗神的神力已经完全侵蚀了他的身体。 红光闪耀,唐三脱离了双神共存的五魂融合剂。 光芒一闪,小五已经出现在他身边,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红光,而插在比比东胸口上的修罗魔剑也随之消失。 比比东勉强打起几分精神。 唐三,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求过人,哪怕是你老师,我也没有求过。 现在我求你,答应我最后一件事。 唐三看看大师,再看看比比东。 你说吧,比比东道, 雪儿,她已经不再是天使之神,甚至连五魂都已经破损,再也不可能对天斗帝国造成任何威胁,更不能对你产生什么威胁。 所有的坏事,都是我一个人做的,与她无关。 还有娜娜也是一样,我请求你放过他们,武魂帝国不复存在,我只想他们活下去。 唐三眉头皱起,你应该知道,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。 比比东上升危台,立声道, 唐三,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两个都喜欢你吗? 你就这么绝情。 小刚,不论怎么说,他都是我的女儿。 老师,您做主吧。 雪崩的声音从旁边传来,他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。 帝国所有的一切,都是老师给予的,任何事,您都可以做主。 大师此时,也抬起头,看向唐三。 唐三深吸口气,终于点下了头。 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力量似的,比比东身体一软,软倒在千韧血怀中,断断续续地说道, 雪,雪儿,我可以这么叫你吗? 我就要走了,答应我和娜娜,你们都要好,好好的活着。 我死是最有应得的。 不要想着为我报仇。 只要你们能够平安地活着,我就满足了。 妈! 千韧血终于叫出了这个字,猛地扑倒在比比东胸前,放声大哭。 好,好,好。 比比东笑着听到千韧血的呼唤,他此时眼中尽是满足和慈祥。 缓缓抬起手,似乎是想要去摸千韧血的头,但是,他的手却只是抬到了一半。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似的,当千韧血突然感到怀中僵硬的时候, 抬起头,正好看到比比东那苍白的手向下坠落。 他猛地一把抓住比比东的手贴在自己脸上。 妈! 冬儿! 大师的手紧紧抓住比比东的手臂,放声痛哭。 比比东,武魂殿教皇,武魂帝国的开创者,第一任吕皇就这样,云死于嘉陵关前。 刘二龙从背后紧紧地抱住大师的身体,泪水不断滴落。 小刚,你还有我?你还有我? 唐三缓缓转过身,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。 拉着小五的手将他带到身前,再紧紧地将他搂入自己怀中。 尽管他和小五之间经历过种种波折,也经历过无数苦难,但最终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。 和大师比比东比起来,他们已经是幸运的。 他没有去劝慰大师,在大师这感情最脆弱的时候,只有柳二龙才最适合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。 结束了,一切都结束了。 唐三常叹一声,雪崩走到唐三身边。 是的,一切都结束了。 老师,您给了帝国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,谢子实在太无力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,只能说帝国是您的。 您的话,今后,就是对帝国的命令,自我之下,无不遵从。 唐三摆了摆手。 一切结束了,也该是我功成身退的时候了。 我从来都不愿意加入战争,更不愿意参与战争。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,为了伙伴和新人。 我只是希望,你要走好自己的路。 雪崩恭敬地道, 护魂帝国再不需要劳烦老师,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 唐三看向雪崩,他的目光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 雪崩答应我四件事。 雪崩毫不犹豫地点头道, 老师您说,只要我能做到的,无不遵从。 唐三道。 第一,在彻底剿灭五魂帝国的过程中,不得滥杀无辜。 是,我一定会约束帝国将士,绝不滥杀无辜。 反投降者,一律不杀。 唐三点了点头。 第二,十年之内,不要向新挪帝国发动战争。 此次大战,亦是劳民伤财, 没有平民会渴望战争。 休养生息吧。 唐三的担心,绝对是有道理的。 在这一次与五魂帝国的战争之中, 雪崩展现出了他一代明军的风采, 更是三军归心。 这样一支军队的力量实在太可怕了。 更何况,雪崩根本不需要忌惮新挪帝国的反扑, 天斗帝国有神的护佑啊。 雪崩愣了一下,略微犹豫片刻,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道。 好,我答应您, 十年之内绝不向新挪帝国发动任何战争。 唐三淡然一笑, 说道, 我想新挪帝国也一定不会向天斗发动进攻的。 雪崩微微一笑, 那是当然, 有老师在, 谁敢侵犯我天斗。 唐三看了他一眼,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三件事。 从今以后, 我不会再牵涉到帝国任何事中, 所有的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。 从现在开始, 我也不再是蓝浩王, 不再是帝师。 老师, 您, 您不要我了吗? 雪崩眼圈一红, 就要跪倒在唐三面前, 却被一股神力拖住。 唐三拍拍他的肩膀。 虽然我不再是帝师, 但我却永远都是你的老师。 我已有你这样的弟子为荣, 但是, 我已经传承为神。 神是不应该干涉人类之事的, 现在, 没有了罗刹神和天使之神的威胁, 我也该功成身退了。 不过你放心, 我在这个世界还会逗留很长时间, 如果再有神级强者威胁到帝国,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 雪崩松了口气, 有唐三这句话, 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? 只要不是神级强者, 以现在天斗帝国的实力, 根本不需要惧怕什么。 唐三紧接着道, 最后一件事, 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, 唐家军解散, 所有诸葛神怒输回, 交给唐门统一进行销毁。 唐门以宗门形式存在, 不再参与帝国战争, 唐门也不再为任何人生产暗器。 暗器在战争之中过于霸道, 又上天和。 希望你能理解。 出乎唐三意料的是, 雪崩这一次并没有犹豫。 谨遵老师叮嘱, 唐三有些惊讶地道, 你们有一点可惜吗? 雪崩微笑道, 当然可惜, 但是您说过的话, 就是神的旨意。 在雪崩心中, 您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 唐门是您一手创建, 他的归属更该由您来决定。 唐三也笑了, 很好, 你没有令我失望。 雪崩突然道, 老师, 我答应了您四件事, 您能不能也答应我一件事? 我只求您这一件事。 唐三一愣, 什么事, 你说吧。 雪崩笑了, 看看唐三, 再看看小五。 老师, 我希望能够成为您的主婚人, 为您和世母在天窦城主持婚礼, 这是弟子唯一能送给您和世母的礼物。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, 小五的俏脸顿时羞红, 胶炎紧贴在唐三胸前, 他脸上的甜蜜却根本无法掩饰。 唐三开心地笑了, 好, 我就答应你的最后一件事, 不过, 不止是我和小五, 还有小二和荣荣, 胖子和乡乡, 至于代老大和竹青, 要不要我们一起成婚, 就要看他们的了。 雪崩大喜, 故所愿也, 我一定会尽快荡庭武魂帝国, 为老师们举行一场全大陆最为宏大的婚礼。 虚幻的空间, 周围所有的一切尽是那充满迷离的色彩, 一蓝一红两道身影静静地漂浮在那里, 在他们面前, 一个巨大的圆圈中正呈现着嘉陵观前的一切。 这两道身影正是神界的海神和修罗神。 海神黑黑笑道, 修罗, 你说, 咱们这样算不算是作弊? 你可是咱们神界的执法者, 你这是执法犯法呀。 修罗神冷冷地看了他一眼, 你有什么证据, 说我执法犯法? 海神哈哈笑道, 你没有吗? 你借助小五那姑娘的身体做嫁衣, 还在唐三海神传承的时候, 将你的修罗神神力隐藏在他的第二武魂之中。 修罗神道, 这只是我为了我的传承者做出的一些便利而已, 就像你在唐三进行海神传承时, 本体出现在他面前一样, 和你的行为比起来, 我这又算什么? 我又没有帮他进行传承。 海神道, 那小五体内的修罗神力自行发动, 你又怎么解释? 唐三的复活, 你又怎么解释? 如果不是你说动了石神和九彩神女, 他们怎么会在那两个传承者使用武魂融合剂的时候, 真的下界去施展神级的复活之光? 虽然这是受到了他们传承者的呼唤, 但他们完全是可以不去理会的。 修罗神淡淡地道, 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合理的利用规则而已。 海神道, 那小五身上释放出的修罗神力呢? 如果没有你的修罗神力, 呼噜那一时大厅, 那个罗刹神的传承者能发现不了唐三复活? 那时候他主动攻击唐三, 一样会完蛋。 修罗神瞪了海神一眼, 怎么听上去, 你似乎很希望唐三死似的。 海神没好气地道, 我只是不甘心, 原本我好好的传承者, 却要分你一半。 修罗神抬头望向远方, 他身上写着你名字了吗? 谁证明他就是你的? 而且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规则, 我最多只是引动了一下修罗神力而已, 而且是用在我的传承者身上, 这是规则允许的, 身为神界执法者, 我绝不会自己违背规矩。 海神无奈地道, 好好好, 我说不过你, 我还不知道你的想法吗? 你还不是希望唐三能够在以后来到神界后, 接替你的执法者位置? 你好得闲偷懒。 修罗神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笑容, 彼此,彼此。 正在这时, 突然一道金光出现在修罗神和海神身边, 然后在瞬间破碎, 化为点点金光, 消散在修罗神面前。 修罗神愣了一下, 怎么可能? 海神疑惑地问道, 出什么事了? 修罗神沉声道, 是一个叫五星大陆的世界, 我派人去执行任务, 却被杀了, 我必须要去看看。 海神大吃一惊, 你门下的执法者也会被杀, 对方是何等实力? 突然间, 一道黑白混合的双色光芒从天而降。 修罗神大人, 两位神王有请, 光芒瞬间放大, 笼罩在修罗神身上, 光芒一闪, 已经凭空消失在海神面前。 海神有些困惑地挠了挠头, 看来那什么五星大陆上似乎出事了呀, 反正不关我事, 让修罗去头疼好了, 哈哈。 天窦帝国西南, 法斯诺行省, 圣魂村, 这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, 诺丁城南, 一个只有三百余户的小村而已, 之所以名为圣魂, 是因为传说中, 在百年前, 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, 从而得名, 这也是圣魂村永远的骄傲。 今天, 圣魂村突然变得忙碌起来, 村头那雕刻有圣魂二字的诗碑被换了, 圣魂二字被神魂所代替, 而且那竟然是一块纯金打造的金碑。 老杰克村长, 为什么我们村子要改名? 已经堵着拐杖身形有些钩炉的老杰克, 猛然挺起腰杆, 无比骄傲地说道, 因为我们村子处了一位神。 听众朋友, 到今天为止, 有唐家三少创作的长天玄幻小说《斗罗大陆》 已经为您全部播讲完毕,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鼓励。 谢谢。